雜連環清洗江家地盤 醫藥高官相繼落馬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中國新年之後 昆明醫科大學黨委書記袁濱 和同仁堂總經理高振昆相繼被查 2021年新年依此 習近平當局通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國家醫療保障局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三家醫藥衛生監管機構 巡視反饋內容 釋放清洗整頓信號 2020年 中共五中全會前夕 習近平當局巡視組 進駐國家衛健委 等三家醫藥衛生監管機構 2020年10月3日 廣西中醫藥大學校長唐龍 副校長尋遇旺同日落馬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中共病毒疫情全球爆發 國際追責中共隱瞞疫情責任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 觸發高層分裂院內鬥升級 江澤民上海幫 長期把控中共衛生部及醫藥系統 江綿行操控生工系統 深洩中共病毒疫情黑幕 與活摘器官罪惡 醫藥生工系統 已成為習光生死博殺的焦點 習陣營的清洗行動 正在逐步升級 同仁堂董事長總經理高振坤被查 2021年2月22日 中紀委官網 據北京市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中國北京同仁堂有限責任公司 總經理高振坤 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紀律審查 和監察調查 高振坤 南 漢族 1963年7月出生 俄北安國人 2005年8月 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總會計師 2006年3月 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黨委書記 副總經理 2006年11月 任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4年10月 任中國北京同仁堂有限責任公司 黨委副書記 董事 總經理 2019年12月 任中國北京同仁堂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 資料顯示 高振坤目前 是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從2015年6月開始任職 2月22日晚間 同仁堂董事會 發佈同仁堂關於董事長 接受審查調查的報告稱 公司將盡快 召開董事會會議 推舉一名董事代行董事長職務 代行法定代表人職責 另外據天眼查數據顯示 高振坤目前擔任4家公司的法人 分別為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裝聖藥店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防淮山店 深州同仁堂藥店 不過三家公司已註銷 由於YouTube近期開始刪除本台的節目 部分節目被迫遷往Patreon 請各位觀眾繼續支持香港大紀元新唐人 訂閱Patreon收看本節目 訂閱的方式如下 進入Patreon.com.apple.times.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向下拉螢幕 點選這個按鈕 出現更多的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按裝 輸入信用卡資料或是PayPal帳號 就可以順利訂閱啦 訂閱Patreon香港大紀元 每月30元美金 就可以收看頻道所有影片 包括石山、瑞秋、珍姐、Sack 和雪兒的節目